王牌部队的光速定档光速播出给了不少人一个大惊喜 开播热度也是遥遥领先 江苏卫视的收视率更是直线上升 登顶全国实时收视率第一 目前最高实时收视率1.709% 这部剧主要是通过40年的时代跨度 描述了一支王牌部队的成长 一群个体的刻画塑造一群有灵魂有血性的军人 黄瑾瑜饰演的高粱是个野鹿子 肖战饰演的孤一也是个大院子弟 但他们在军队中成长和收获了很多 第一集的开头就是新兵们入伍 黄瑾瑜和肖战的出场也很有喜剧的感觉 随后就是白鹿的客串了 因为不忍心看到肖战入伍 一脸委屈地问到底是要坦克还是要他 内心极度希望对方可以选自己 那种委屈的小表情真的很到位 没想到坦克和爱情这次是彻底输给坦克了 肖战毅然决然选择坦克 而女情长先放一边 白鹿在今年也是无缝禁组 很多人都不知道 竟然还到王牌客串了一下 之前白鹿接受采访时还被问到 为什么会来 回答也是一如既往的延续白鹿的独特风格 除了现实例行夸一下这部剧的班底和剧情之外 还提到自己来客串就是因为肖战他们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因为肖战在圈内有一个传说 那就是有肖战在的剧组百分百都是他买单 自己客串积攒到钱又可以蹭饭 果然还是那个有梗的白鹿 无独有偶 上次李又斌在采访时也表示 看到肖战黄景于他们 就像是看到当初的自己 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李又斌表示 冲肖战那豪爽的样 觉得应该能和他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看来肖战的传说确实圈内都知道了 王牌部队的热度也证明了 顶留时隔一年流量仍旧还在 不过王牌这部剧也是一波三折 空降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 这方面原因 一个是真正的顶流 一个是背景深厚的娱乐圈 伏冰一男人 不过在五月份电视剧 发布了海报和片花之后 就在网上上了热搜 这引发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翻味的问题 虽然电视剧没有艾特演员 但是电视剧爆出的两位男主 但是电视剧爆出的两位男主演 黄景于的戏份多一些 看起来像是灵魂人物 而肖战呢则成为了男二号 这个现象引起了肖战粉丝的不满 一个月肖战粉丝就取关了十万 很多粉丝觉得呢 这肖战在剧组认认真真拍戏 电视剧也用了他招商 但是出来后 却排在了黄景于的后面 让人心塞 随着工作室取关了王牌部队 这也被看作是上面不满的意思 粉丝们也跟着撕起来 而黄景于的粉丝呢 也觉得自己的偶像实至名归 在电影方面 有《红海行动》这样的国民级大片 电视剧方面也出了《破冰行动》等佳作 一时之间粉丝们在网上也撕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最为难的还要是 王牌部队的剧方了 这部剧是江苏省广播电视剧的重点项目 和以往流量出演的偶像区相比 比较更正描红 故事的背景是主人公1983年的参军生活 聚焦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的王牌部队的荣耀 流量演员们想要转型 也需要一部正确的傍身 粉丝们的不满也可以理解 但是剧作拍完了顺利播出 那才是最为重要的 辗转几个月电视剧终于来了 再一看演员表 成为了清一色的全员主演 领先男主演是黄景于和肖战 剧方还在后面备注 按照应序排名 求生欲满满的 目前广电那边也是很抵制四番的 而且说实话 范围这个东西重要吧 也重要 但在演员生涯中又不那么重要 至今还有多少人知道 花千古的一番是霍建华呢 同理 王牌部队如果肖战表现出色 对于观众来说 记住的也只会是 王牌部队的主演肖战 最后作为一部军旅剧 王牌部队也被拿来 与士兵突击亮剑来对比 巧合的是一层间亮剑里的 李佑斌和何正军两位演员 参与了王牌部队 还有 我是特种部队里的两位演员 也在里头 从演员配置来看 除了主演黄景于和肖战 拥有很高的话题度 其他的配角也都是拥有 丰富军旅体材 参与演出的经验 但如果你单纯把这部剧 看作是军旅体材 头两集的叙事方法和故事内容 可能会让你大失所望 和士兵突击拥有差不多的框架 都是一群坐上列车 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 在列车上大家彼此熟悉 可是王牌部队虽然没有那么严肃 而是采用了更加诙谐幽默的方式 来表现新兵的性格 尤其是肖战饰演的顾一叶 和黄景云饰演的高粱 对于军旅剧来说 最后还是要看剧本的扎实程度 毕竟不是谁都能像蓝小龙一样 写出士兵突击那样经典的神剧的 王牌部队目前评价还不错 就看后边会不会立得住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啦